這個案子是2月21號 今年2月21號已經很緊張了 那個細節也許有點... 比較很清楚 他剛剛跟我交代有三點 第一個就是說那個... 應該是R0是北側的那個地方 因為大家都有這個意見 所以他是建議當初的決議 回歸都根的方式去處理 那該用的徵收的那一塊東西 他們已經這樣畫出來了 第二個他是講說是7樓的 那一個部分如果還有意見 那就再溝通 這個是2月份 這個已經有5個月過去了 那麼這有沒有溝通 那等一下是不是這個... 我相信是有很多溝通 那如果還不同意的話 那等一下再發揮 那第三項就是廣時柏安那邊那個圍毀的那個 好像他認為那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剛剛有解釋嘛 那個...我們就是在工程上都已經有一些... 都在處理 那個監局回應一下好了 剛剛這個回應 主席... 還有... 還有這個...在地的這個... 所有權人的意見 我們做一個簡要的一個回應 那針對剛才... 很多的這個...在地的居民的表達 就是... 針對阿林寺北側的部分 那麼松台公寓的那個部分 那松台公寓的部分 主要是... 因為考慮到... 呃... 他的產權複雜 那麼... 因為我們聯合開發 是針對土地來辦理開發 他如果... 只有... 有屋無地的人 那麼... 事實上他只能領差遣補償會 所以他的... 這個... 權益影響太大 那... 這個案子從56年到現在40多年了 你們法院... 訴訟都沒有辦法去決定 那... 事實上對我們... 決運來說... 呃... 決運工程單位來說 要來處理這個問題是很困難的 所以... 經過... 民眾的這個... 承情抗議反對齁 那麼... 專案小組也多次的開會討論齁 那麼... 我們只能把它剔除 因為以往我們的... 呃... 之前其他的基地也有類似的案例 像這種產權複雜 我們也都是希望他們整合完成以後再來參加 但事實上成功的案例幾乎不大 所以... 所以基本上... 這個事實上是有困難的 那剛才有... 有地主是說希望給他們三個月的時間整合 其實從二月... 專案小組... 決議以後呢... 那麼到現在已經五個月了 事實上還沒有整合 如果要整合也需要到... 百分之百 事實上這是有困難度的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 以現在的最小用地的範圍... 來... 呃... 辦理... 那當然最小用地我們不是用徵收 還是... 辦理開發 那當然... 因為受限基地的面積的一個限制 所以我們剛才在西部計畫... 有做了一些調整 比如說開發裡... 比如說限制等等的... 這些... 這些... 辦理... 因為這樣子才可以服務北側... 我們可以設置一個出入口 當然... 呃... 2月21號專案小組... 通過... 用全... 呃... 原工展範圍辦理開發的時候... 我們也在3月25號... 那麼... 找4樓... 呃... 7樓的14戶地主來溝通... 那基本上我們為什麼... 呃... 這個專案小組決議是要把它納入... 主要是考慮說... 因為它的面積只有274平方公尺... 它的屋齡是80年取得建造... 那... 也20多年了... 那... 如果說... 這個... 我們把它剔除... 它將來要辦理都市更新... 呃... 會受到限制... 哦... 那麼也可以沒有... 可能也沒有辦法... 這個... 取得到都市更新的一個...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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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把它能夠納進來... 呃... 做一個... 呃... 整體的規劃考量... 那另外當然... 呃... 呃... 南側的也有些地主說... 將來通風口怎麼配置... 基本上... 通風口我們是希望... 呃... 可以面臨大馬路... 當然因為這邊... 如果整個基地納入... 它的臨界面是夠寬的... 哦... 那對於... 希望能夠對附近的租戶... 能夠影響... 呃... 呃... 影響最少... 所以這個... 這個部分... 因為它有足夠的... 那個... 那個... 呃... 範圍... 所以我們可以來做一個... 呃... 充分的配置... 至於說... 地下穿越的部分實在是受限於道路... 從十... 23公尺縮小到18公尺... 那... 那... 我們R03... R03這個車站... 整個站體移了25公尺... 就... 使穿越的洞數... 從12洞... 減少到5洞... 嗯...